在爱情的世界里,浪漫有,谎言也有,有些谎言是善意的,而有些谎言则就是虚伪的表现了,男女之间,往往女人会是更加憧憬爱情的那个,很多男人在追求女人的过程中,其实是享受那种征服的快感,而不是真正的在追逐爱情。 在这个过程中,难免就会有一些听上去,很好听的谎言会出现了,很多已经结了婚的女人,回忆起当初男人说得这些话,都会感到十分不值得,因为,甜言蜜语都是一时说说而已。 真正到了验证的时候,男人的这些话,往往会十分容易被戳破,综合了大多数已婚女人的吐槽。 有几句话是被提到最多的,未婚或者还没有恋爱的女人,可要看仔细了。 01,我爱的不是你的脸 很多人在结婚之后,对于自己的穿着打扮就,没有过去那么讲究了。 男人们在恋爱的时候,总会说我喜欢的是你的内在,不是你的脸。 但是当你真的不注重自己的外表后,男人的厌气往往随之就来了。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没有人是不喜欢美好的事物的,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,女人的外在美,往往才是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东西。 如果一个男人对你说,他喜欢的不是你的脸,那么你一定别当真了。 甜言蜜语,就这样听听就好。 该注重的仪表形态一点都不能疏忽,毕竟,女人每天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自己的心理情绪也会开心不少吧。 02,我不在乎处女魔虽然说处女情结,如今已经被很多人抹杀掉了。 但是在中国这个传统文,话非常浓厚的国家里,大多数男人都还是有一些处女情结的。 很多男人都会有一种大男子主义的思想,认为女人不是处女的话就不干净了,会有很强的抵触心理。 而往往付出了真情实感的女人,才是真正的受伤者。 如果有男人经常跟你强调,他不在乎你是不是处女,其实往往反而表示出了,他对这个角色的看重,女人如果轻易的就相信了,最后往往会十分受伤。 03,我养你这看上去,是真的很霸道总裁的一句表白了。 不少女人在听到自己喜患的男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应该都是十分感动的吧? 但是,可千万别被这句话骗了。 在感情的新鲜期内,男人说这句话可能还真的带着些真情实意。 但是生活都是枯燥而有压力的。 当你们真正开始共同生活了,能做到当初这句承诺的,男人真的是很少很少。 并且,现在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了,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依靠男人来养。 如果每天待在家里,等男人从外面工作回来,自己的生活都会变得浑浑噩噩。 而没有任何一点理想报复了,不管男人到底能不能做到我养你这句承诺,女人最好都别相信。 04,她只是我的好朋友除了这个说法之外,还有一些男人会说,我只是把她当妹妹。 这一系列的说法,其实都是借口。 如果你明显能感觉到,男人和某个异性之间,交往很不正常,而对方就用这种借口来搪塞你的话,千万不能随随便便就信了,打着亲情或者是友情的棋子。 和异性玩暧昧是很多男人都会犯的毛病,而很多个性比较单纯的女人,就会相信这种借口。 最后就会很受伤了,生活中红颜知己,蓝颜知己之类的存在,本身就是情侣之间比较敏感的话题。 如果他们俩到底是普通朋友,还是玩着暧昧,其实是很好判断出来的。 而往往男人开始扯黄子了,就说明这段关系是真的不单纯。 05,我下次不会了可能不少。 女人都经常听到对方说这句话吧,酒醒后说自己下次不会了,出轨后说自己下次不会了,打老婆后说自己下次不会了。 还有很多很多的场合下,男人都可能说出这句话。 而往往,下次遇上还是会发生。 当男人被女人发现了什么错误的时候,往往都会用这句话来求得原谅。 但是,能真正做到只犯一次错误,下次绝对不会再犯的人,还真是在少数。 男人们随口就说出的这句话,其实就是为了缓和当时的争吵场面。 先求得女人的宽恕原谅。 简单得说,这句话就真的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 06,再玩一局我就不玩了和前面几句话相比。 这句话虽然说也不可信,不过性质还不算过于恶劣。 游戏基本上是每个男人都离不开的东西。 游戏和女朋友之间的拉扯,想必大家平常生活中看到过不少吧? 很多男人都会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,而游戏能满足他们这种情结。 平常工作之后的游戏时间,对男人们来说也是一个难得放松的时间。 此处已添加小说卡片,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,肯定是希望能多玩几次了。 所以,如果在你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,听到他说再玩一局就来陪你,一定别太当真了。 往往是再玩好几局再来陪你。 喜欢本文的朋友可以帮忙点个赞,分享和转发一下。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,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,乐活之心祝您快乐每一天。